主日美军是日本既爱有恨的存在了,美军是的他的护身符,也是压在他头上的五指山。 美军基地遍布日本基本都是西洋海地段,把日本绳山剪成好底部分,只要美国不愿意走,日本是不可能有翻身的那一天了。 日本政府一边尽心的伺候好这个太上皇,一边还要停赴民愿过这选票,就像个瘦气包一样。 最近,终于凑够钱买下了一个岛,送给美军的讨他欢心了。 据日方媒体报道,日本政府斥资160亿日元,买下了位于日本九州岛西南边的马毛岛,作为美航母飞机型的训练基地。 日本政府一直为解决美军基地扰民的问题头痛,美军基地遍布日本,不仅仅是噪音的问题,还有治安更是大问题,美军在海外之际上是世界有名的。 这个马毛岛是日本为了满足美军要求,用来替代硫黄岛训练基地的。 那里远离日本条件相对来说比较恶劣,用来练兵其实挺不错,但美军受不了这种苦。 日本看起来很窝囊,美军看起来也很娇气,但认真研究一下,地图就有惊人的发现。 原来,马毛岛就在大鱼海峡,建好美军基地后,就能与日本九州岛,恶守住中国越洋海军开往太平洋的出口。 马毛岛在往南就是琉球群岛,这里是市驻日美军最多的地方,是美国第三海军陆战队远征军司令部所在地,也是第一岛链的锁头。 柳黄岛是第二岛链,把这里的兵力移回第一岛链,就好比的锁链上,再加多了一个链环,真在毒鸭。 据俄美军士评论认为,马毛岛的军事不至极可能是美军跟治安保条约早已达成的协议,美日两国对此密谋已久了,日本买到此只针对对象已不言而喻,也给中国提了个醒。 美军在日本早已不下重兵,针对东方的布局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定下来。 表面看起来是防止日本军国的死灰复燃,但研究中国历史比中国人还透彻的美国,自从成为世界超级强国后,就从美对东方这个生命力极强的文明掉以清新。 只有牢牢所住,他才不会威胁到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霸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